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前几天我们有分享到说 耶稣的祷告的第一句话说 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愿你儿子能够荣耀你 我们说到那个荣耀 是怎么样可以荣耀我们的父 其实是顺服 也就是完成神对我们生命的那个托付 求主帮助我们 而我读给你听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4节里面 他又再一次讲 他说我已经荣耀天父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完成 是这里面讲到第一个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怎么样荣耀神 就是完成神要我做的事 完成神要我做 神对寇上有一个托付叫我去录恩典365 我乖乖的去录OK 主的心得满足 他的反过来讲 我去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也是服事啊 我也很喜欢做 我也很喜欢做那个 就是没有去录神要我录的恩典365 对天父来的 他的心不会得满足 我没有叫你去做那些事 可是我派给你的任务 你为什么不认真的去做呢 完成神给我的任务 给我的托付 主的心得满足 他得荣耀 但是在这一集里 我特别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词 叫做已经 我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完成了 可是这个时候 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 耶稣甚至还没有到 克西马里面去祷告 耶稣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讲说 他应该是在最后的晚餐 甚至可能在晚餐的路上 他有这样的一段的祷告 可是他还没有上十字架 他还没有完成神给他的任务 为什么他说 我已经成全了 谢谢主 我们的神 他在乎的不只是 我们外面的动作 他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 好像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神不像人看人看外貌 看外面的动作 你做了没有 神看的是我们里面的内心 当我们里面的内心 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 谢谢主 主的心就得荣耀 反过来讲 即便我们外面 好像看起来很顺服 上帝要我去做这个 我也去做 上帝要我去做 我去做了 但是我里面其实不顺服 我是不甘不愿的 我不喜欢 我不愿意做 没办法 你是神 我只好去做 可是做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甘愿的心 好像圣经里的谁 约拿吗 神要他去 尼尼威宣告那个灰 那个神要毁灭他们 要他们悔改 要他们的那个信息 他去做 可是他甘不甘愿 他不甘愿 他非常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他有他的理由 但是那样的侍奉 神不会得荣耀的 神要的是 主啊在神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里面有一个 从内心而来的顺服 即便我们都还没有做出来 你的顺服 主已经悦纳了 主已经得荣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